这个女人紧握双拳 下一秒她就开始了变身 随后这个化身为女浩克的珍妮 抬脚则把对面的女人给震飞了 紧接着珍妮走进房间 腾空越前就跟这个金发女打了起来 不一会儿的功夫 只见珍妮挥舞重拳 便将金发女打飞了出去 然而当金发女从地上爬起来 愤怒地冲向珍妮时 她却不小心踩到地上的冰块 把她鲜香的烤刺牙给撞坏了 说完结发女推倒一旁的服务生 然后便狼狈地离开了 而与此同时另一边 一个怪异的西装男站起来 然后转身就从18楼的窗户冲了出去 本以为这个家伙基本没有什么生还的可能 可这个摔到车上的人似乎不仅啥事没有 而且她在活动了一番筋骨后 直接蹦下捡起地上的帽子 跟两个律师打完招呼 然后则返回了楼上 原来这个无论怎么样都死不了的男人 之所以会找到两位律师寻求帮忙 惊致因为他被多名妻子把他给告了 由于男人之前跟每个女人结婚后 过不了几年 他就会以炸死的方式了结自己 顺理成长地跟对方结束婚言 然后再寻找他的下一位妻子 直到有一天 男人的不死身份 因为一丝意外事故 竟被媒体给曝光了 与其他的嫌弃们 现在在想讨个说法 经过两位律师的一番调解 最终男人也答应了 将他所有的财产 平均分成多份 这才给了几个女人一个脚带 事后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 本以为这个身穿绿装的家伙 又是个什么新出的超级英雄 但接下来 他不仅连站起来都费劲 而且还被两个男人一顿抱锤 不过这时绿装想按些开关 摆好自吃 就要借助脚下的喷射器逃走 紧接着 只见他一飞冲天 看着似乎还真有点本事 可下一秒 喷射器突然出现故障 让他从空中又掉了下来 并且绿侠的双脚 居然还找起了火焰 之后他便以双腿烧伤为由 将给他制造战役的雅各布 告升了法庭 而这个雅各布的代理律师 竟然是双目是名的 夜幕小马修 紧接着 双方便进入了 纯将舍战的辩护阶段 可就在绿侠刚一把随毁战役拿出来 想要作为证据 对面的马修就嗅出了问题 这时 绿侠还要否定他刚才说的话 原来这个马修居然能通过心跳声 直接判断出对方是否说谎 最终法官宣布 绿侠未过作风 不回来他的诉讼 经过此事后 珍妮不仅对盲人律师马修有了好感 而且这俩还以见钟情 相互产生了爱意 可到了第二天晚上 绿侠就打电话给女浩客珍妮 说他此刻正被一个神明人袭击 现在需要帮忙 不一会儿的功夫 珍妮就挡在车前方 及时赶了过来 说完这俩便打了起来 神明人见女浩客有些不好惹 转身就要离开 可下一秒 神明人就被珍妮的浩客展 当场击倒在了地上 随后珍妮走上前 刚一摘到对方面罩 她发现此人正是盲人律师马修 珍妮问马修为什么要追绿侠 但马修却说绿侠根本不是好人 并且她还绑架了超英战俘射击师亚格布 说完这俩便决定 一起去把亚格布给救出来 可还没等他们打尽兴呢 这个绿侠就被吓得从窗户直接跳了出去 可第二天在律师的评讲典礼上 大屏幕中居然放出了大量关于珍妮的个人隐私 珍妮健壮 于是愤怒的挥拳则把屏幕给砸了 不过她也因此中了坏人的轨迹 被关进了特种监狱 虽然珍妮在好友的协助下 监狱方同意了给珍妮办理讲师 但珍妮出局的条件 竟然是永远佩戴抑制器不能再变成女浩克 可没过几天 珍妮的朋友就发现了在背后陷害珍妮的主魔托德 并且托德还花大价钱 把隐推多日的赠物给请了出来 可就在这时 珍妮推门也从外面走了寄来 珍妮问艾米尔为什么又变成了赠物 不过艾米尔却说 她只是为了赚点零花钱而已 并且此时一旁陷害珍妮的托德 还说出了一个更重要的事 托德说 她已经弄到了珍妮的血液 紧接着 只见她拿过一个针管 就把其注入到了自己的体内 下一秒 只见男人扭曲着身体 则开始了变异 然而当托德刚一完成变身 她就向珍妮冲了过去 可就在这时 珍妮的表哥浩克却从上面蹦了下来 珍妮健壮 觉得眼前的剧情太不合理了 于是她立马则开启了番外片 翻身越想 就蹦进了漫威主窗的办公室 要求把女浩克大结局给改了 不过主窗们却说 能够修改故事走向的 只能是凯文废奇 于是珍妮又来到了凯文的房间 可这时她发现房间里除了荧幕中播放的各种漫威大片 根本就没有人 但下一秒 从上方缓稳落下的一个机器人 说他就是凯文废奇 凯文在得知了珍妮的懒意后 也同意了删减掉有关托德变异的故事线 而这个再次返回影片里的珍妮 就这样轻松的把阉戈板的托德给制服了 并且艾米尔也因为擅自变身 被再次送回了监狱 几天后 当珍妮邀请夜魔侠来家里住客时 她的表哥浩克也从萨卡星返了回来 可让大家感到意外的是 浩克居然还带回了一个两岁的儿子 不过在影片结尾 这个被关起来的艾米尔 还是被突然造访的老王把她给带走了 那么你觉得女浩克还会有第二季吗 知道她可以打在评论区